方便即是究竟 这个方便并不是指我们人间所说的方便 实际是指一个方法 这个变通的方法叫方便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在我们学佛修心的路上 有四个字 大家要牢牢记在心间 那就是如履薄冰 师父还说 这四个字 十分恰当地形容出修心之路的艰辛 也十分恰当地道出了我们 在修心的过程中 要时刻保持的一种心态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 昨天驾照科目二考试 心里特别没底 紧张到想放弃了 但是想拿驾照这是必考的 早晨起来我念了大悲咒 增加自身的能量 念心经让自己能够头脑清醒 冷静心情放松 又念了解节咒化解恶源 又念了准提神咒 让自己能够操作准确流畅 顺利通过考试 考试开始了 我上了考车 上车原本用不上一分钟时间 就可以刷脸 刷身份证验证成功 我却在车上等了两三分钟 我想这都是菩萨妈妈的慈悲安排 让我在这几分钟时间里 从容地检查和熟悉了 以便操作仪器 又让原本因紧张 和后考试温度低 而导致的冰凉的手温暖了 紧张的心情放松了 认证成功开始考试 我按照平时所学的 有条不紊地操作着 全程一共五项 在做完第二项结束的时候 我调了一下座椅 语音播报 扣掉十分 当时心里一紧 心想还有十分可扣 要认真完成下面几项 第三项顺利通过 第四项快要结束的时候 突然操作有点乱了 我左右打着方向盘 总算有惊无险地通过了 最后顺利地通过了科二的考试 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的 一路慈悲护佑 现在想起科二考试过了 都感觉像做梦一样 心灵法门真的是灵验无比 只要相信你肯付出努力 一定会有丰硕的成果 针对考驾照这事 我运用了五大法宝 踏踏实实去做 有事情了 菩萨妈妈真的会帮助我们解决的 所以还在徘徊观望的有缘众生 赶快行动起来 运用好五大法宝 许愿念经 放生读白话佛法 大忏悔来消除自身的业障 你心所想定能实现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大杯水的妙用 今天我来和师兄们分享一下 我喝大杯水的灵验经历 我冬天做爱酒着凉了 一直间歇性地拉肚子 三月份的时候 有一天 我上香喝大杯水的时候 我就求观世音菩萨 清除我体内的寒湿 保佑我不再拉肚子 然后第二天 拉肚子就止住了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大杯水的灵验 虽然以前我也经常求 但是这是最明显的一次 因为在喝大杯水之前 我已经连续拉肚子好几天了 大杯水喝下去第二天 拉肚子就止住了 感觉是特别明显的 然后我就想起 我去年有段时间 每天喝大杯水的时候 求眼睛健康明亮 然后求了几天 我就感觉 我的眼睛看东西 好像更清晰了一点 那时候我也在吃叶黄素 我还以为是叶黄素的效果 现在发现 应该也是大杯水的效果 再有就是前段时间吧 我有几天 总是感觉皮肤很痒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上香的时候 就跟菩萨求 把大杯水喷在皮肤上 如果用大杯水涂肚气以下的地方 一定要跟菩萨护法神事先讲的 我凡人肉胎 请菩萨保佑我 消除身上的业障 如果不说的话就会亵渎 保佑我皮肤不要再发痒 晚上我喷在皮肤上之后 后面几天皮肤真的没有再发痒了 大杯水真的是特别灵验的 有一些小问题啊 喝大杯水是很灵的 真的太好了 一定要设佛台 每天都可以喝大杯水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先生体检达标 保住了工作 感恩拿摩释迦摩尼佛 感恩拿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 感恩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师慈父 感恩师兄们 我先生在一个县城核电站上班 工资很高 最近单位通知每人要去检查身体 如果不合格就要退下来 我先生有家庭遗传 痘性心脏病 心跳很慢 每分钟心跳只有52下 我劝先生说 退了就在家里休息好了 无所谓的 但是他说才60岁 也不是很老 希望能去工作 另外也能有一点收入 学佛后 我对任何事情都很随缘 我相信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会帮我们安排好一切 我上香的时候 许愿帮先生放生1200条鱼 帮先生的药经者 念七章经文组合小房子 求菩萨保佑我先生 今天体检合格 观世音菩萨真的很慈悲 先生去检查 心跳每分钟达到了57下 达标了 先生可以继续工作了 无限感恩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 感恩师父带来这么殊胜灵验的心灵法门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观世音菩萨和师父 慈悲加持保佑 昨天顺利帮助一位新佛友 设上了小佛台 感恩佛友大力助援 弟子感受 度人一定要情真意切 凡事必须亲力亲为 挤出时间去行愿 不要瞻前顾后 比如一些老妈妈 接到法宝和小佛台 都不知道怎么操作 怎么开始学念经 对于初学者来说 我们必须手把手地教 哪怕是小佛台放在哪里 包括一些细节 都要一一到位去教 感恩观世音菩萨 慈悲加持保佑 早就给这个佛友媳妇 佛书了 她偶尔看看学学 很谨慎的 家里也没有合适的地方 设佛台 大约有一年了 在跟进中 我们不放弃 很坚决劝他们 一定要相信观世音菩萨 学着念经 结果今天他们为了孩子 孙子婆媳都同意 先设个小佛台 机缘成熟 弟子如愿 还是去到他家里 完成了这个任务 媳妇工作忙 没有时间 婆婆师字不多 但心很沉 只要有一个人愿意学习 读经就行 能学就好 也不能给他们很多压力 就让听教念版经文 或听播放器里面的 大悲咒和心经去学习 先保证能做功课 一步一步来 看着老阿姨学习那么努力 终于安置一个小佛台 香炉 供果 阿姨也非常发喜 点上一支香 小房间里 顿时呈现不一样的感觉 我和佛友念了三遍大悲咒 身上热红红的 感恩观世音菩萨 能量加持 小小房间充满着温馨和光明 在不知不觉中 感受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的慈悲 下午赶去上班 心里默默祝福他们 是有福气的人 终于可以听闻佛法 走进心灵法门了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自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 有关端午节的佛学开示 一 精彩问答开示 二 有关读五月 农历五月的生活注意事项与禁忌 五 读五月 农历五月 是人体调节期 会有很多菩萨下来帮助人间 选自2016年10月28日 悬疑问答 师父就是每年五月 俗称毒月 这个九毒日 听说有就是男女的禁忌 对吗 是的 这个中月 实际上也就是月中 你知道 人总会有一个调节 自己身体的情 一个恢复期一样 就像很多的妇女 她也是会有一个生理期的 对不对 男人她也会有一个调节期的 实际上男人最大的调节期是什么时候 你们很多人都不知道 她是星期五 男人最幸福的一天就是星期五 因为接下来星期六星期天都是放松的日子 哪怕上班的话 她也会觉得星期六星期天非常放松 所以男人每一个星期五都是会很开心的 你去看签证官 都是到星期五就开始帮人家签证发了很多 我就举个例子 所以你去看 你到 你到有些政府部门工作 你星期五去找她 你就特别容易通过 她因为一想到 明天放假 实际上这也是一个调节期 那个 那个妇女呢 她到了生理上 她不能一直亢奋的 她到了 她自己生理期的时候 她整个人 就要重新调整 明白吗 就像很多手表不准的话 你每个月 你总的要调整一次 那天使也是这样 一年四季 对不对啊 春夏秋冬 她在两季的当中 她会调整一次 那么按照两季的当中 五月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 她就是调整季 所以在这个季节调整季 会有很多菩萨下来 帮忙 人间 调整很多的 啊 我们说的 天地啊 宇宙空间的东西会调整 这个时候呢 菩萨多 如果你乱做男女知识嘛 他就帮你顺便记账了 就等于你一个 人家一个领导干部 正好下来视察 你正好又做犯错误 那人家顺便就把你 记账了 听得懂了吗 感菩萨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初学者容易误入歧途 修行高深的人 也会因小小的疏忽 而前功尽弃 并不是只有刚入门的人 要时刻提醒自己 而是所有走上学佛道路的人 都要每时每刻反省自心 才能战胜各种不同类型的心魔和外魔 达到我们学佛的目的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